所以上次还有一个朋友 一个一个男生 他在小红书里面给我私信 他他自己就是一个 其实他已经算是二型糖尿病患者了 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吧 比我小两岁 然后他单位体检 他两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血糖都不达标 他就怕的不行 就是因为这就已经是糖尿病的帽子 已经给扣上去了 然后他自己开始做低碳生酮饮食 其实他只能说是低碳 然后血糖控制的还OK 糖化血润蛋白也下来了一些 但是他就碍于他们当地的传统的 医生的一些建议吧 他在他的山东 那么他就每天必须要吃100克碳水 我说你是男生 你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你完全可以做生酮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但是他还是碍于一些传统的医生对他的建议 就这些医生会告诉他不吃碳水会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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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于他这种糖尿病的患者还是得继续吃碳水 但是他就说至少已经在做低碳了 已经有很大的改观了 所以就说您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就是说如果你想控制的更好 效果更明显 对身体的改善更强 那么就可以做的更加严格一些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有就是说用药啊 还有一些医疗上的一些一些搞不明白的 就去找这种专业的医生 我当时就建议他 我说可以来深圳 深圳这边有很多医生 他说刚好要来出差 那么就可以下个月啊 什么时候他们可以过来 到深圳来找咱们专业的医生 都没有问题 刚刚看有个朋友说 他们家有糖尿病家族史 这个事宜方面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诊所会问诊吧 那医生会问病人 就是您家族里面 就是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有没有得糖尿病的 是吧 然后父母有没有得糖尿病的 问一下 就是他这个东西是会有遗传的 不是说糖尿病遗传啊 说实话 我我可以给大家说 稍微又深奥一点点 科普一点点 就是说 因为最近我老婆他怀孕生孩子 我了解很多这些东西 就是说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的受体啊 胰岛素的这个敏感度 他是会通过基因表达来 表达在咱们细胞表面 那么就是说 如果家族 爷爷奶奶父母 尤其是父母 这种 那糖尿病的 那胰岛素抵抗肯定跑不了 胰岛素抵抗跑不了的话 你的细胞表面 那些胰岛素的受体啊 多啊少啊 敏感程度啊 这些基因表达 就会被遗传到 如果刚好你父母生孩子的啊 那段时间很胖 比如说有认生糖尿病啊 或者什么 就这样子的 但是很胖 那么这些 胰岛素的表达的这些 这些因素都会传给孩子 那么孩子在 婴儿的时候 或者说尤其是成年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国外的文献啊 但是会告诉你 如果父母 呃 超重肥胖 那么他的下一代 在成年以后 超重肥胖的几率 要大很多很多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说 糖尿病家族史 你再往前推一步 其实就是肥胖 再往前推一步 就是胰岛素 呃 再往前推 就是 对碳水 对饮食 呃 这些消化这些东西 整个反应 但是你看啊 我们 我因为我在广东 深圳广 呃 广东深圳嘛 我们周围 我们在诊所看到很多那种 瘦不拉击的女生 像马杆一样 很瘦的女生 他们就是 你觉得他很健康吗 但是你给他喝个糖水 全部都要挂掉 就都是糖钱的呃表现 就是他的糖的量很差 所以 大家有时候有一部分人 很健康的人 你比如说 嗯 经常运动的人 呃 体育生 他们很瘦 但是喝糖水 糖代量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胰岛素敏感度很高 而且糖代量完全没受影响 而且他们体重很低 但是还有一部分女生 他是体重很低 但是他就是有病态的体重 那就是说 他的肌肉退化 他的脂肪组织 胰岛素抵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肌肉 你可 肌肉跟呃 脂肪组织都不能很好的 通过胰岛素来吸收血液的血糖 那最后压力全部都在肝脏 那肝脏能够吸收的血糖 其实是 如果说一直是高碳饮食 那你其实肝脏 没有太多的那个存储 多余的空间了 所以 也有很多那种 受不垃圾的女生 甚至是受不垃圾的男生 你一查糖尿病 一查一到素体抗 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说糖尿病家族史这个问题 既然是这样的话 其实在我看 一方面是基因表达 还有一方面是饮食习惯 你看我小时候 我姥姥那边是北方人 我妈是 呃 然后我小时候是在湖北武汉长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地方 吃米面是超级多 尤其是我在武汉小时候就吃 这个面 面条 炒米饭 天天都是这些东西 其实 家族史呢 是你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先决条件 这个基因咱们改不了 但是你可以改变基因表达 基因表达怎么改变 就靠饮食 靠嘴巴 来改变 所以不是说我有 糖尿病家族史 我这个一辈子就摆脱不了 糖尿病了 我将来总会在某个时候得糖尿病 其实我是不信这种呃 有点天命的这种观点的吧 我觉得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如果说我在 嗯 16年17年的那个时候 没有主动的去寻求一些方法 去改变自己的健康的话 可能我现在也是糖尿病了 所以所以 现在我就说 一直保持一个低碳生酮 我就觉得很健康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呃网上受的那些什么负面影响 我一概没有 我只是觉得 只要用对方法 只要你用的方法够科学 呃 不要在网上东看看西看看 你要系统的学 学好了 知道一些底层原理了 而不是就是一壶的画瓢 啊今天给你喝个防弹咖啡 明天给你吃个带餐 啊后天再来一个什么油段 奶段什么什么段 这个奇怪的一些方法 这都不是可持续的 而且时间长了之后 身体会出现一些营养素的缺乏 到时候你身上 各种起疹子啊 或者说一些女生不来姨妈了 好了掉头发了 这东西都来了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了 实际上是 呃整个营养方面出现问题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了